Alpha捡了个小崽子 不仅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眉毛和嘴巴还跟他的死对头如出一辙 可两个人都是Alpha 怎么可能生出孩子呢 更何况他们的关系水火不容 于是沈景言开启了带崽寻跌路 一个小时前 他刚捡到小崽子就抱了紧 带着哭闹不休的孩子去医院 医生说是双亲性吸塑缺失症 太久没感受到父母的性吸塑 所以才会焦躁哭闹 沈景言解释说这孩子是他捡的 可看着面前两张几乎一模一样的脸 医生和警察很难相信他的话 更何况小崽子像是讹上了他 一边喊爸爸一边往他怀里钻 这下彻底解释不清了 警察以为他是有家庭矛盾 带着孩子离家出走 开倒了他几句就走了 沈景言破罐子破摔任命了 麻烦医生开药吧 开最贵最好的 反正现在他给小破孩子花的每一份 到时候都会千百倍的向他亲爹讨回来 他愤愤不平的去交了钱拿了药 胆小猫似的把崽子夹在壁湾里 十分不爽的离开医院 直奔自己租的房子 小宝宝似乎知道沈景言有在嫌弃他 一路打着酷哥乖乖蜷缩在沈景言怀里 小手攥住他的一脚步松开 水汪汪的大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沈景言 生怕自己一眨眼 对方就会再消失一样 沈景言被粘得也没办法 抱着孩子艰难地开了门 幸亏他出来上学自己租了房子 不然莫名其妙地抱着一个好搭回家 非让爹妈揍得他想年二十岁 把孩子抱进卧室放在床上 似乎是感受到了性稀素的味道 小宝宝努力地爬到沈景言的枕头边 手脚并用抱住沈景言的枕头 大口大口地挤取上面残留的性稀素 你不会喜欢闻我性稀素吧 小宝宝欢喜地用胖嘟嘟的小脸蛋蹭来蹭去 哭过的眼尾红彤彤的 又可怜又可爱 沈景言震惊 书上说小幼崽只会对双亲性稀素敏感 现在喜欢闻他的性稀素是哪门子道理 他抬起胳膊秀了秀自己身上的味道 草莓冰激灵味 破案了 没有任何一个人类幼崽能拒绝这个味道 沈景言脚步一转 正要去冰箱里找瓶饮料解渴 谁知前脚刚离开卧室半步 后一秒立刻传来响亮的防空警报声 小崽子一边哭 一边艰难地猎切着爬到了床边 正打算下床去追逐他 沈景言没想到这孩子一分钟都离不开自己 凡得他用自己的玩偶 床单和衣服 给宝宝做了个窝 看着崽子抱着自己的玩具咯咯直乐 沈景言终于松了口气 赶紧打电话搬救兵 呼喷狗友陈寒在15分钟之后飞速赶到 沈景言说有十万火急的事找他商量 结果一进门就看到这人正摊在沙发上 他等时气不打一出来 说吧 什么火急要十万 沈景言仿佛一句行尸走肉 胳膊直挺挺地指了指自己的卧室 在里面 他满腹疑惑地推门进去 房间满是乱七八糟的衣服玩具 你家糟贼了呀 沈景言有气无力 算是吧 说着 他扒开层层叠叠的衣服 从里面挖出来一个暖乎乎的小崽子 你下午没客 帮我照顾他一下呗 沈景言看清孩子长相以后下的双腿发颤 差点站不稳当 苦口婆心劝导 景言 就算顾燕是你的死对头 处处压你一头惹你不痛快 但咱也不至于绑架他儿子吧 孩子是无辜的呀 沈景言细细端下 把小崽子从头到脚都审视了一遍 也没看出来哪里像顾燕那个烦人惊 陈寒直接掰过孩子的脸 你仔细看看 沈景言眯着双眸拖着下巴 仔细品味 他和顾燕都是眉毛底下挂俩蛋 不是啊 你看着眉毛这嘴巴 和顾燕长得一模一样 沈景言再次领起小崽子 越看越觉得像顾燕 越看越恨得他咬牙切齿 我倒希望是 到时候去曝光他 看他以后还怎么装清纯笑草人设 不过 景言 其实我觉得 这孩子长相 还是有点像你 沈景言一个小熊抱枕狠狠砸到他头上 滚啊 你个神经 他就算饿死 从这里跳下去 也绝对不可能找顾燕生孩子 更何况他是Alpha 你先帮我照顾一天 我想办法给他找爸爸妈妈 沈景言说完懒得和他多嘴 拎起包去学校 踩着上课的点才赶到教室 教室里依然坐满了同学 唯一留给他的位置就在低排 偏偏那个位置旁边 坐的是他的死对头 顾燕微微勾起唇角 好整以侠的侧头看向他 他只觉得那双眼睛里 装满了戏血和得意 沈景言也不扭捏 沈景言心里咯噔一下 今年咋了 今年顾燕终于无缘贵惯了吗 他坐直身体 不动声色往后倾斜 只冷起耳朵听 没想到今年 顾燕比沈景言多了整整一百票呢 沈景言无语 好好好 玉阳仙意被你玩明白了 紧接着听到身边传来一声轻笑 沈景言一记眼刀瞬间扎到顾燕身上 你笑什么 顾燕转过头的时候 脸上不带一丝表情 好像刚才只是沈景言的错觉 别装了 你处处压我一头 是不是特高兴了 提到这个 他就十分怼气 自己是家里千娇白宠的小少爷 强大的双SGF 从小到大有无数光环围绕在他身上 谁知一进大学就被顾燕狠狠踩了一脚 他穿着名牌高定开着豪车高调入场 结果被穿白T被尿素袋子的顾燕抢了风筒 甚至当天就有人给他们两个打类台投票 PK结果不是谁人气高 而是沈景言适合当龄 甚至还有人产出20万字某是同人文 沈景言气得半死的时候 顾燕却深夜给小说点赞和收藏 虽然很快就取消了 但是还是被熬夜的同学逮到了蛛丝马迹 这可是赤果果的羞辱啊 梁子当场就结下了 回忆被清冷的声音打断 没有 什么没有 沈景言早就忘了自己问过什么了 没有压你一头 顾燕道 但是很高兴 沈景言觉得莫名其妙 高兴什么 顾燕尽亮的眼睛看起来赤诚又温润 不动声色的靠近 沈景言闻到了血松味性稀素 若有若无的萦绕鼻尖 他眼神飘忽 不自然地躲了躲 别靠太近 顾燕压着声音道 高兴你主动和我说话 恶不恶心啊你 他反顾燕果然是有原因的 什么清冷句傲不尽人情大校草 分明臭屁的不行 沈景言吃笑一声 都成年人了 还关注这种小儿科的帖子啊顾燕 你的眼界就只剩这么个校草当当了 说完 他震了一下 他们能发帖子投票选无聊的校草 那自己也能利用网络给小兔崽子找爸妈不是 孩子丢在大学附近 还是特意挑选的监控盲区 那很大几率就是附近的人弃养的 沈景言决定从信息素下手 小心掏出手机来 藏在桌子下面打字 承受我妹的二手衣服 发出去以后又觉得哪里怪怪的 又补充了一句 我不是变态 沈景言丝毫没有注意到 身侧的顾燕已然将他的小动作尽收眼底 男人谋色灰暗 他的帖子很快活起来 虽然注明了自己不是变态 但是这句话多少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许多欧妹的纷纷涌进帖子里 唾骂他的行为 自己学校里竟然有这样的猥琐 沈景言被猥琐二字狠狠地伤到 随便找了个理由堂塞说 自己需要用信息素做化学研究 事关毕业论文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 话说得异常诚恳 末尾还带了个小猫磕头的表情包 这让很多欧妹的稍许放下了戒备信 短短两天里 他就收到了三十多件衣服 沈景言忙不过来雇了个月嫂 照看孩子的同事还帮自己去收获 把客厅塞得满满当当 沈景言把刚睡醒的小兔崽子抱出来 指着眼前的一堆衣服给他看 崽崽一脸猛 哇 闻吧 哪个是你爸爸的 崽崽揪着沈景言的袖子不肯松手 拱着屁屁往沈景言怀里钻 仿佛这些衣服堆是洪水猛兽一样 沈景言拎着后衣领把小孩滴溜出来 我费尽心思帮你找爹 你别搁这里给我装傻摸鱼 话音落下 小崽崽被毫不留情地丢进衣服堆里 莫名其妙地被沈景言粗暴对待 还被许多陌生的性稀素包裹 浓烈的委屈瞬间涌上心头 小嘴儿扁了扁 眼睛几乎一瞬间就蓄满了泪水 张开小手一边哭一边要抱抱 哇 爸爸 沈景言无可奈何 蹲下身子将崽子抱出来 没有你喜欢的性稀素 崽子把小肉脸藏在沈景言的胸口 眼泪全蹭到四位树的高档衬衣上 还扒着胳膊大口地闻性稀素 沈景言烦躁地捏了捏眉心 缓缓释放出一些性稀素包裹着宝宝 小崽子立刻没开眼笑 乐颠颠地蹬着小胖腿 敷啊敷啊 沈景言捏了捏宝宝的侧脸 什么垃圾基因才能生出你这种狗皮膏药 月嫂阿姨冲完奶粉 从沈景言怀里接过小崽子 小沈先生 家里的奶粉快没了 宝宝的尿垫和纸尿裤也要多买一些 好 我现在去买 沈景言说完就抓着钥匙出了门 到地方刚一下车 一眼就看到推着共享单车的顾燕 对方还先发致人地问他 你来这里做什么 沈景言抱起手臂 从上到下打量了顾燕一眼 你家开的 只需你来吗 我打工送货 顾燕结束订单行程 转而又把目光转移到沈景言身上 你呢 沈景言咳嗽两声 我捡了只小狗来买奶粉 小动物要喝专配的羊奶粉 你恐怕来错地方了 沈景言又被教育 瞬间起了情绪嘖嘖一声 你管我买什么奶粉 又不是为你儿子 顾燕没说什么 跟着沈景言一起进了商场去结单 领完工资后发现 沈景言真的在奶粉货架前思索 顾燕快步上前 问他 几个月的小狗 沈景言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没有察觉到顾燕已经站在了身后 嘴巴比脑子快地回应到 医生说已经六个月了 顾燕指了指中间的那一层 可以喝二段 沈景言利落地扒拉了好几桶进购物车 然后突然警觉地向后看了一眼 顾燕就站在他身后 甚至还熟练地给了他购买一件 沈景言下意识地慌乱起来 你你你 你别乱想 我就是给狗狗买的 顾燕充耳不闻 小狗需要尿不湿 你买不买 沈景言毫不犹豫 买 话音落下 他又跟着顾燕辗转去尿不湿的货架 挑选了一款最舒适昂贵的塞道购物车 最后两个人逛到服装区 沈景言被粉粉的小衣服可爱到走不动路 甚至能想象到小狗皮膏要穿上有多卡外衣 导购源眼尖地注意到他们 两位先生需要给宝宝添置下装吗 刚好我们今天有新品上架 可以进来看看哦 沈景言听得瞬间起了浑身鸡皮疙瘩 我和他不是一起的 导购源诧异地看向顾燕 顾燕礼貌地扬起一丝浅淡的微笑 看起来格外苦涩 他懂了 他可太懂了 新婚小夫妻闹别扭是吧 导购源立刻改口 没关系 喜欢可以进来看看 我们这边0到12个月宝宝的衣服都有 咱家宝宝现在多大了呀 顾燕比沈景言要快一步 六个月 沈景言无声地瞪了他一眼 用淳语说 神经病啊你 沈景言自暴自弃 跟着导购源一起进了展厅 顾燕刚想跟着进去 被沈景言一根手指指着鼻子 你不许进 于是顾燕默默收回自己的半只脚 导购小姐捂着嘴巴偷笑 你们两个感情真好 沈景言被这句话吓得魂飞魄散 不敢不敢 他们俩从刚认识就撕得水火不容 恨不得跳对方头上拉屎 真的很难接受这种莫须有的赞美 沈景言出来的时候 顾燕还在原地等待 导购又用一种莫名的眼神看着他俩 意思明显就是 我又嗑到了 沈景言懒得解释 逛商场已经花了三个小时 急需回家躺平恢复精力 还好顾燕这个小东西有眼力减 上前帮忙提起购物袋 沈景言毫无心理压力的全部叫狗她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不过嘴依然赢 我是不会感谢你的 没事 意料之中 沈景言什么时候跟她说过半个谢字 两个人之间的氛围再次沉寂下来 一前一后快速前往商场出口 结果外面不知道何时变了天 暴雨直接将两个人困在商场 沈景言打算打车回家 没想到排单竟然要排到两个小时后 就在她急得团团转的时候 顾燕仰起头看着外面的天气沉思片刻 用目光给沈景言指了个方向 沈景言 西北角三百米有个酒店 阿发捡了个人类幼崽 俩人长得一模一样 母胎搜了二十年的她喜当爹 直到不小心把死对头的衣服拿回家 小崽爱不是手 抱着衣服喊爸爸 震惊 死对头竟然偷偷生了个崽 宝宝能吃能拉 奶粉和尿不吃很快就用光了 沈景言去超市采购 和顾燕一起被困在商场 看着外面的漂泊大雨 顾燕用目光指了个方向 西北角三百米有个酒店 沈景言第一时间否决这个提议 正经人逛商场谁带身份证 酒店后面有个胡同 执行一百米是我家 沈景言在脑子里迅速分析 试问一下 谁会带着一个看不顺眼的死对头回家 顾燕难道是对自己另有所图 图我年轻貌美 图我身胶体柔吗 沈景言直勾勾盯着对方试探道 你有这么好心吗 因为我要回家 多带沈景言一个人 跟烧一只小猫小狗没区别 沈景言深思两秒果断答应 反正俩人都是elf吗 顾燕问工作人员要了俩垃圾袋 一个系在沈景言头上 沈景言顿时炸了 他可是贵公子一枚啊 这个雕名想谋害他的高贵气质 顾燕又给自己头上系上垃圾袋 不给沈景言反应的机会 拉起他的手冲出去 两个人像傻子一样 顶着垃圾袋在暴雨中狂奔 进到家门的一瞬间 沈景言松了口气 家里都是顾燕性吸塑的味道 一般来说 Alpha对同类性吸塑只会感到厌恶 但他一个双S级Alpha 闻到了那股血松胃后 竟然想沉浮 沈景言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 摇了摇头 赶紧把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出脑子 第二天沈景言刚起床 就感觉头很疼 似乎是一赶七提前了 他问顾燕接抑制剂 顾燕却说他的抑制剂 沈景言用不了 沈景言顿时间就委屈得不行 我看你是舍不得给我吧 小气鬼 顾燕没办法和他解释 也不能解释 沈景言开始想念血松的味道 眼泪汪汪看着顾燕 那再让我闻一下性稀疏 可以吗 耐不住他撒娇 顾燕慢慢放出性稀疏 沈景言精神松懈下来 坐在沙发上昏昏欲睡 眼皮打架之际 透过睫毛的缝隙看到顾燕的脸 一张莫名神深情的脸 沈景言睡了十几个小时后自然醒 顾燕就坐在一旁看书 你怎么在这里啊 顾燕皱眉 你不记得了吗 沈景言打了个哈欠 记得呀 我记得你舍不得给我一只剂 虽然我看不惯你 你也隔应我 但是你这个行为 冷漠的让我害怕 顾燕无语了 合着自己安前马后了半天都白搭 这小兔崽子不仅全忘了 还格外记仇 沈景言换了衣服后 提上买粉纸尿裤 头也不回夺门而出 刚到自己家门口 就听见门内隐隐传来的婴儿哭声 月嫂看见他仿佛见到了救星 小沈先生 宝宝从昨晚开始就一直哭 不知道怎么了 沈景言接过孩子 宝宝本来还在啪哒啪哒掉眼泪 闻到他身上异常的味道后 瞬间正主 跟黏豆包一样紧紧趴在他身上 暴风吸入衣服上的性稀素味道 沈景言评价 活像饿死鬼投胎啊着 他单手抱着孩子 摊在沙发上任由他闻 耐心等到宰宰睡着后 才又交给月嫂 月嫂也是个热心肠 看他一个单亲爸爸带孩子不容易 准备给他出主意追回他的Amb 问孩子的Omega妈妈的性格 针对性的教一些讨好Omega的技巧 沈景言表面笑嘻嘻 内心Help me 他哪有什么Omega 于是直接把顾艳的性格告诉了月嫂 和月嫂聊完后 他火速冲进浴室 把血松未洗干净了才罢休 这时小崽子睡醒了闹个不停 委屈得一直掉眼泪 沈景言赶紧把孩子抱起来 崽崽似乎闻到味道不对劲 不仅没有停止委屈 反而直接开始哇哇大哭 于是沈景言只好放出更多的性稀素 崽崽努力辨别草莓味里有没有其他味道 可惜什么都没有 小手攥着沈景言的衣服狂掉筋豆豆 委屈到极点的时候还喘不上来气 小脸蛋憋得通红 沈景言思索了一下 赶紧把还没洗的衣服拿出来 盖到宝宝身上 小崽抱着他的衣服 闻到想要的味道后安分下来 月嫂惊讶地问 这是怎么回事 沈景言摇摇头 可能是我今天洗澡太多了 沐浴露的味道太重 他思来想去 又打车去了一趟医院 医生还是不信这孩子是他捡的 建议他给宝宝补充 我没个性稀素 沈景言有苦难言 他一个黄花大帅哥 还真被这小狗皮膏要赖上了 医生还说 用性稀素安抚宝宝 不会对一趟七造成影响 那就怪了屁了 他昨天提前了两个月 毫无预兆地进入一趟七 医生抿了口茶叶水 沉没了三分钟才开口 有没有一种可能 那也许不是一趟七 沈景言突然醍醐灌顶 对 那种情况 除了一趟七 还有另一种可能 好你个顾燕啊 竟然敢对我下手 沈景言遍体深寒 医生又说 也许是不同属性之间 高匹配度导致的 可顾燕的体检信息 他见过 跟自己一样 也是双S级Alpha 除非顾燕撒了谎 难道他是Nin吗 不对不对 Nin吗数量稀少 只有几十个人 他怎么可能是呢 沈景言从医院出来 把小崽子送回家 直接打车去了学校 他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做个亲子鉴定 只要证明这个孩子 跟自己没关系 那就能甩了小拖油瓶 沈景言上课无聊 正玩手机 谁知竟然刷到了自己 有人拍下那天顾燕 和沈景言雨中狂奔的视频 不太清楚 但格外有氛围感 还配字 爱情最好的模样 暴雨中的小幸福 甚至还有二十万点赞 打开评论区 最高赞的一条是 他们就是真的 昨天这俩人 在我们店里买宝宝衣服 小夫妻当时还在吵架 我们一个就算生气也娇娇的 Alpha就很宠溺陪着老婆 真的好甜 祝他们百年好喝 而当事人沈景言 只想自戳双目 又往下翻了几下 有个人说 好像我们学校的 传奇校草和傲娇少爷 好香的代餐我吃吃吃 另外 我有他们的十万字 强指文学谁要吃 一堆人回复吃吃吃 沈景言人都麻了 但还是觉得没什么 直到这个博主又说 要给视频里 两个主人公赠予 三万的爱情基金 沈景言当然不稀罕这点钱 但就在他打算 关掉手机的时候 一个叫笔墨指的人评论 真的假的 沈景言看到这个ID和IP地址 有种不好的预感 点进这人主页仔细搜查 果不其然 在一个视频里 看到了顾燕的一片衣角 沈景言气不打一出来 直接给顾燕发消息 下午出来聊聊 顾燕扭过头往后看了一眼 视线精准地落在沈景言身上 正好看到像小河豚一样 气鼓鼓差点爆炸的沈年 要不是正在上课 估计能跳起来 爆打自己一顿 下午下课后 顾燕赶到餐厅 沈景言看到他来了 立刻放下筷子 你明明知道 我们的关系不是那样的 为什么要昧着良心去领奖金 顾燕知道 沈景言不懂生活的艰辛 怪怪的笑意 你在担心我吗 沈景言被顾燕一句话 打乱了阵脚 整个人神经紧张 眼神飘忽 我完全是怕被你拖下水 万一他们要拍情侣照 要看孩子怎么办 你有伴侣 有孩子吗 沈景言是怕顾燕 去领了奖金以后 大家就会发现 那天和顾燕一起的是自己 到时候面子往哪个 素敌是能一起 与中奔跑的关系吗 顾燕没有在说话 沈景言眼看着自己 站了上风 心里一阵得意 但顾燕很快又笑了 我可以放弃那三万块钱 可是现在着急的是你 你求着我不让我去 有求于人 总得给点好处吧 你说是不是 怪了屁了 沈景言突然意识到 主动拳好像还真在顾燕那里 但是睁睁傲骨的小猫 是不会屈服的 沈景言小脾气上头 我才不会给你好处 好吧 万事在你 顾燕拿出手机 利落地翻出那个博主的账号 从私信里面拨过去视频电话 沈景言白了一眼 抱住手臂 吓唬谁呢 顾燕切换成扩音模式 放在桌子上 耐心地等待着博主接听 沈景言的手 悄然攥紧了拳头 顾燕等了两分钟不到 博主接了她的通话 顾燕直奔主题 你好 我是暴雨情侣当事人 沈景言太阳穴 突突地跳了两下 竖起耳朵仔细听着那边的动静 但是顾燕这个狗 又关掉了扩音 只能听到她语气轻快 你们要拍两分钟的视频 讲我和我老婆的恋爱故事 沈景言对这个词汇头皮发麻 压低声音道 顾燕你个狗 我答应你了 男人用手掌捂住了手机的扬声器 故意装傻冲了 你答应什么 沈景言泄气 眉骨头湿的靠坐在椅子上 我答应给你好处了 那三万不需要 顾燕松开了那只手 按照沈景言的指示 开口拒绝对方道 抱歉先生 我老婆性格淡然容易害羞 这个要求我们难以满足 还是决定放弃领取奖金 说完 挂断了和博主的通话 沈景言松了口气 紧绷的情绪瞬间松懈下来 又想到了顾燕刚当的最后一句话 咬牙切齿准备发作 顾燕没有给他先发制人的机会 那你现在欠我一个好处了 沈景言哼哼两声 三个月有效期 不然是为你主动放弃索取 好 和顾燕的交易结束 沈景言一点吃饭的心思都没了 把桌子上已经冷掉的饭菜 全部打包带走 丝毫不在意饿着肚子的顾燕 最后如一阵风似的离开 就在沈景言离开后的第三秒 顾燕的手机突然叮咚一声 弹出一条短信通知 亲爱的用户 名为作品 爱情最好的模样 暴雨中的小幸福 购买的十万元作品推广服务 已经全部完成 点击查看投放效果 担负带孩子简直是鸡飞狗跳 呼声差点掀翻房地 他的信息所安抚不了宝宝 小仔就喜欢他死对头的信息所 奇怪 这捡来的孩子总不能是我和宿迪生的吧 沈景言从饭店回到家 小宝宝许久不见他 欢天喜地地跌进他怀里 巴唧在他脸上清了一大口口水 眼睛里甚至藏着一丝得逞的脚下 撇开小嘴朝着沈景言笑 呜呀脏死了 沈景言一脸嫌弃 小心我下次把你屁股打开花 宝宝扒着沈景言的手臂 卖力地用肉嘟嘟的小脸蹭沈景言 沈景言抬手挡住 少来这套 对帅哥卖萌无效 宝宝唯唯曲曲地哼紧一声 像只被冷落的小猫 失落地蜷缩起来抱住自己的小爪子 时不时用水汪汪的眼睛 瞥一眼沈景言 企图唤醒冷漠F的一丝父爱 但是并无效果 沈景言拒绝了他的卖惨 宰宰气鼓鼓地松开了沈景言的胳膊 朝着月嫂的方向 孤勇胖胖胖的身体 一副要和沈景言画清界线的姿态 沈景言把他的小动作看在眼里 忍不住得意地吃笑一声 陈阿姨今晚要回家休息了 便宜你跟我在一起 夫呀夫呀 宝宝朝着月嫂挥舞着小手 沈景言震惊了一瞬 没想到小崽还知道和月嫂挥手道别 不愧是闻他性稀素长大的孩子 就是比别的孩子聪明 沈景言抱着孩子在门口 阿姨路上注意安全 到家了和我说一声 月嫂笑着点点头仔细叮嘱 你自己带宝宝 忙不过来就给我打电话 沈景言颠了颠怀里缩手指的小崽子 没事 小孩听话 无非除了吃就是睡 哭了就给他放点性稀素 小问题 阿姨欲言又止 看了看沈景言 又看了看怀里小天使一样的宝宝 最后还是没说出口 和二人道别以后就走了 房间里只剩下一大衣小两个人 宝宝兴奋又期待地 攥着沈景言的衣服 想让我陪你睡吗 沈景言问 呜呀 宝宝伸出小手指胡乱比划 兴高采烈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沈景言从捡回他以后 就只陪过一晚 现在终于有了第二次机会 小崽崽自然激动得不行 沈景言抱着孩子去了婴儿房 为了陪孩子休息 他还特意没有看手机 他闭上眼睛 现在开始 谁最后睡着谁是狗 小宝宝窝在他怀里兴高采烈 一压 突然又想起来缺了什么东西 雇用着小身体一点点地蹭到床头位置 小胖手用力地攥住放在床头的衣服 格外珍惜地抱在怀里 沈景言睁眼想看看孩子睡着眉 没想到 小兔崽子已经圆润地滚到了床边 还自己拿了件舅舅的衬衣 美滋滋地将衣服抱在怀里 这是那天下雨 住在顾燕家里穿的那一套 这么多天没洗 残留的信息素都快发酵了 沈景言嫌弃地夺过小宰仔怀里的衣服 随手丢到地板上 别抱了 脏死了 怀里的衣服被强行抽走 鼻尖营绕的信息素味道瞬间消失 宝宝震了一下 痘大的眼泪夺眶而出 沈景言抱起孩子 无可奈何释放出一些安抚信息素 不要衣服了好不好 哥哥给你信息素 宝宝钻到沈景言怀里 哭得昏天黑地 信息素没有作用 沈景言一个头两个大手足无措 那件很脏 有细菌 会生病 这些话对小崽子屁用没有 沈景言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弹坐起来 捡起地板上的衬衫 不耐烦地塞进小孩怀里 给你给你 别哭了 吵死人了 小宝宝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衣服 哭声戛然而止 我最多让你抱一晚上 明天必须丢洗衣机 听到没 宝宝翻了个身 背对着他珍惜地抱好衣服 沈景言探头瞟了一眼那件衣服 衣服上沾染的淡淡性稀素飘荡到鼻尖 草莓冰激凌里夹着一丝不太明显的血松 再没有其他味道 沈景言想不明白 小崽子怎么对这件衣服视若珍宝 第二天清晨 他趁着孩子还没醒 小心翼翼把衣服抽出来丢进洗衣机 这时外面有人敲门 原来是他预约的亲子鉴定上门取件 他差点把这是忘了 赶紧去婴儿房 鬼鬼祟祟捏住小崽的一根头发 猛地将发丝和毛囊一起揪下来 尖锐的疼痛让宝宝瞬间醒了 下一秒针天响的哭声再次响起 沈景言眼几手快把奶瓶塞进宝宝嘴 美味的泛泛指住了哭声 他把头发打包好交给快递员 等他寄完快递 宝宝早就喝完了奶 正在抽烟着寻找那件衬衫 看那架势又要开始大哭 沈景言给他扔了一堆自己的衣服 都没用 小崽似乎只喜欢那件 他苦思冥想得出结论 那衣服是用顾燕家的洗衣液洗的 不过没有品牌 说不定是顾燕从地摊上买的三无产品 也没办法买同款 于是聪明绝顶的沈景言想到一个计划 还想闻那个味道是吧 我给你想办法弄来 条件是一天都不许哭 小宝似乎听懂了 乌鸦乌鸦 沈景言从衣帽间里挑了一个最大的背包 将宝宝塞进去 大摇大摆地偷偷带进学校 直奔陈寒的单人寝室 把还在睡觉的陈寒烤起来 一把将宝宝塞进他怀里 我今天有事没办法照顾他 正好你没客 帮我看一下孩子 不给陈寒反应的时间 转身火速离开 剩下一头雾水的陈寒和仔仔大眼瞪小眼 沈景言端着咖啡走进教室 直奔顾燕而去 顾燕侧身抬头的一瞬间 肩膀正好蹭到沈景言的胳膊 电光火时间 一整杯咖啡全部泼在沈景言的衣服上 顾燕 你太过分了吧 沈景言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只是轻轻蹭到一点衣服的顾燕沉默了 我衣服脏了 怎么办吧你说 顾燕配合着他拙劣的眼睛 我赔给你新的 沈景言盯着他的眼睛 这么大方 你有钱赔吗 算了 我人平好 只要你帮我洗一个月衣服就行 直觉告诉顾燕 这里面有诈 但还是决定答应下来 沈景言把他连拉带拽带出教室 走 现在就去你家给我洗衣服 两人一钱一后消失在走廊 围观的同学面面相去 很明显 某式同人文又有梗可以写了 到了顾燕家里 沈景言换了身衣服 把脏衣服丢给顾燕 大喇喇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根本没把自己当外人 顾燕任劳任怨给他洗衣服 将洗好的T恤挂到阳台 和自己大衣马的衣服挂在一起 营造出一种婚后生活的氛围 洗完衣服又按照沈景言老家的口味 做了几道微辣的菜 一直忙到下午一点 出来就看见沈景言靠着沙发睡着了 俯身看了他一会儿 低声叫他 沈景言可以吃饭了 沈景言脑子昏昏沉沉半梦半醒 话到嘴边直接溜出口 阿姨你和宝宝先吃吧 顾燕突然醋眉眯起双眸 宝宝是什么鬼 上次在婴儿商场 沈景言一惊一乍的时候 他就觉得奇怪了 难不成对方背着他偷偷生了个孩子吗 顾燕瞬间面色苍白 用力拍醒沈景言 吃饭了 沈景言满肚子起床气 垃圾话已经到了嘴边 结果一看到面前冷漠的帅脸 瞬间哑了火 起来吃饭了 沈景言回过神 发型乱糟糟的反而少了几分距离感 谢谢美衣 我不饿 衣服干了没有 我要回家了 顾燕扬了扬下巴 将视线转移到阳台上 沈景言一眼就看到了 自己那件湿淋淋的衣服 顶多是不滴水的程度 那你的衣服干了吗 我借一件 回头给你转账 孩子还藏在陈寒宿舍里 待太久怕暴露 顾燕摇摇头 信信自己刚才拿小喷壶 在衣服上喷了水 没干 那我先买一套吧 顾燕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忍不住出声问 着急回家照顾孩子吗 沈景言瞬间被雷击了一样 一个机灵坐直了身体 整个人如灵大敌浑身炸毛 然后反应迅速搪塞过去 至于顾燕信没信 这就不一定了 顾燕的手艺很好 饭菜很对沈景言胃口 风卷残云吃个惊光 这时大门被敲响 沈景言抢先一步到门口 应该是我的衣服到了 结果拉开门 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 单手捧着蓝色丝绒盒子 男人有些惊讶 大少爷三个字说了一半 硬生生验回肚子里 看着面前五官精致的男孩 内心呐喊 妈呀 吃到大瓜了 沈景言被打凉得很不爽 我的衣服吗 男人迅速进入角色 说他的衣服有一件缺货 为了表达歉意送来一份小礼物 沈景言接过丝绒盒 里面是一瓶香水 盒子上的烫金logo太有印象 是个专做私人定制的品牌 只服务上层社会的顾客 心想这家店还挺大手笔的 中年男人走后 沈景言去卧室研究香水 全然不知刚才的男人 此时正在和阳台上的顾燕通电话 对不起少爷 我不知道有客人在家 不该说的 不要说出去 另外 我订的特条香水以后都不用送了 好的少爷 顾先生最近身体不太好 一直是谭夫人在照顾 你有计划要回家吗 没必要 听到那俩名字顾燕瞬间心烦 挂掉了电话 正巧沈景言的衣服送到了 顾燕拿去卧室给她 沈景言抱着怀里的衣服 语气毫无感情 我要换衣服了 麻烦你现在死一下 顾燕转过身 沈景言又补充叮嘱 不许脑补 顾燕沉着声音嗡了一声 沈景言迅速换完衣服 我好了 顾燕缓缓转回来 盯着穿新衣服的人一直看 沈景言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简直是天生的衣架子 你一直看我干嘛 顾燕回过神 很好看 便太爱你 别拿撩我妹的那套恶心我 没有撩 实话实说 他面目诚恳 不似调侃 你少发颠 沈景言浑身起鸡皮疙瘩 抱着衣服赶紧跑了 二十分钟后赶到陈寒宿舍门口 确认没听到哭声才开门 小崽子一看到他立刻张开手要抱抱 沈景言顺势抱起孩子 陈寒面色严肃 你跟顾燕一起走了吗 沈景言放下带过来的礼品盒 惊讶反问 你怎么知道 现在全校都知道了 陈寒恨铁不成钢 是顾燕意外弄脏了我的衣服 他回家帮我洗一洗 又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太点了 陈寒感慨 经典开局 沈景言单手拿出袋子里湿搭搭的衣服 把证据甩到陈寒跟前 真的是洗衣服 怀里的小宝宝嗅觉敏锐 闻到衣服上属于顾燕的血松味性吸塑 兴高采烈地伸着白嫩嫩的小手喊 爸爸